新闻一,英特尔将推22nm制程B365晶片组,最快明年第一季度问世,由于Intel压了太多产品在14nm制程上,而14nm产能不够导致供货有限, 英特尔可能在2019年第一季度推出B365晶片组,亦满足DIY市场主流平台的需求,并带一产能充裕到22nm制程生产。 此外,该消息也被Intel Keeps It Devices Software部门的release notes进阶证时,将在BUILD10.1.17809.8096版本中,将加入11年10月1日, R1NMEDARCCDEVICETO300S12IeSCHIPSETFVMILYOPCCONTROL12B365计划。 可想而知B365的IO规格,与B360基本是一样的,只是因为制程的不同,采用相同的命名,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 该用22nm工艺生产,是市场的需求,也是解决目前然没知己的好办法。 22nm问题倒不是很大,反正隔壁才刚到40nm。 而且芯片组这种东西,不热就行了,B85之类的芯片组,也不顾才32nm。 你降价就行了,等你降价了,自然而然就可以检验到底哪些人是真的AYC的二名仔了。 广告卫星门2,分析师表示,2019年S、SB价格进一步下降至5毛钱JB谈到DNY,就一步开装机的几个搭建,包括CPU、显卡、内存、硬盘什么的,不过近年来飙升的内存价格,让人调侃其为最佳理财产品, 而麻花导致的选卡缺货,价格居高不下,也让玩家降虎不跌,也让更多人推迟了长期计划,导致观望态度。 不过至少,买个硬盘还是挺便宜的,特别是S、SB这位明显。 近日,据外媒报道,今年的S、S、SB价格一直在下降,每JB成本已经达到了10美分,约合人民币0.69元。 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低价,例如ZRUCIALMX500S、SB的RTB版本,现在售价低至209美元,约合人民币1450元。 国内电商平台上,也出现了许多1GB不到1元的超低价S、S、B。 这个消息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非常不错了,不过还有更好的消息,据一些分析师分析,2019年NAND闪存价格,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至0.08美元GB,约合人民币0.55元,而三星的QLC产品,会进一步推动降价。 至于HDD产品的表现,则更让人欣慰,据一份201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,HDD的每GB成本,约线0.02美元,约合人民币0.13元,是真的降价了。 最近才用不到300收了一个250UGXG5,家用普通玩家可以考虑主张纯S、SB平台了,除非你需要安慰。 新闻3,猜一下明天涨价,还是降价小问题后台问大问题也可以。 关注B站atd王at我家这天用微影8或微博at见准GFZatDDN117,引用略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DDD A propsyn чем基于徒带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